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借强越高的氧化物 借的破坏和重新组合也就越困难 越不容易吸睛 而容易形成玻璃 据此 可以把氧化物分为三类 单借强度大于335切胶每摩耳的为网络形成体 如二氧化硅 小于250切胶每摩耳的为网络变性体 如大部分解金属或解土金属氧化物 借以两者之阶的称为中阶体 如氧化硅 而从阶形角度来讲 重离子阶和金属阶无方向性 且有较高的配位数 组成金格的几率较高 所以该类物质很难形成玻璃 重共架阶形成的物质一般为丰子结构 丰子之阶是无方向性的泛道化力 在冷却过程中 形成分子阶格的几率也比较大 也很难形成玻璃 既然三种重界形在一定条件下都不能形成玻璃 那么什么界形才能够形成玻璃呢 答案是离子共架混合界和金属共架混合界 两种混合界既具有金属界或离子界的无方向性和饱和性 使质碟之阶可以自由连接 形成玻璃的远程物质 同时 供下界不易改变界长和界角的特别 造成玻璃的进程有序 这两者结合起来 就使得这两类型的化学界容易形成玻璃 好 这就是形成玻璃的结晶化学条件 今天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谢谢